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江苏卫视和昆尚传媒联合打造的大型综合格斗节目 昆仑爵长得战的比赛现场 我是现场解说中收成佩 大家好我是昆仑爵乔博 现在现场要进行的是 70公斤级的自由搏击的比赛 红方选手是来自泰国的亚商克莱 南方选手是来自比利时的马拉特 比赛已经开始 这场比赛确实是一个世纪大战 不光是现场已经沸腾了 其实陈北老师我现在都有点激动的 非常激动都可能说不出话来了 两位确实是世界电汤级的王者对决 因为马拉特刚刚击败过巴塞 应该对泰国选手非常的熟悉 所以某种一场战友可能心理上的一种优势 对于亚桑克莱我们都知道 他是在传统泰拳领域是第一人 而且内围战术杀伤力是 非常的大 对比赛规则呢 因为采用了制约波及的比赛规则 所以对这个亚桑克莱稍微可能会吃一点亏 因为他的走势不能用了 是的 不知道这个情况 以及在赛前马拉特也是这样说的 说这个规则其实对我有利 刚才是一记前手的板 前手定乎亚桑克莱 这个拳马非常的快 而且刚才集中了亚桑克莱的头部 对 我们看到这个亚桑克莱啊 他的拳节奏不快 但是拳拳到肉 但是呢马拉特呢拳腿连接是非常的迅速 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对抗性非常强的一个比赛比赛 这场比赛也可以说是传统泰拳对阵欧式泰拳 对 现在马拉特连战连胜士气阵望 是的 非常非常激服 亚桑克莱的拳也很重 对 在以前的比赛当中我们是不止一次的看到了亚桑克莱是一步一步的蚕食对手 把对手是逼在这个绳圈上 然后用自己的重拳重腿瓦解对手 亚桑克莱的腿是应该说非常重的 对 我觉得能够用腿能克制这个马拉特才行 是的 而且陈美老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刚刚开场的时候马拉特的全腿组合是非常快步伐非常灵活 但是呢现在好像是亚桑克莱反复有一种魔力刚刚是把这个节奏是拉下来了 对 那刚才这个马拉特的一个连续组合也有命中 直接命中了这个 这个腿非常的重 连续多发 不要了三个 四个 四个 五个 同一角度 马拉特的这个手臂已经完全红了 能不能扛住他这么重的这个泰拳的那个腿法 泰拳的这可以说这种扫腿是连续的六七个的扫腿 而且呢 亚桑克莱 而且亚桑克莱非常自信 他就是从同一角度 对同一角度 而且不管你有没有防守就是用力量打穿你 是的 然后看到这个马拉特的前手的短距离的摆拳刚才已经是两三次的命中呀 漂亮 再讲他刚才用这个同一腿法攻击同一部位 是啊 好 刚才是非常快速的闪躲 对 漂亮 非常简单啊 非常奏效 泰拳的这个腿啊就是非常的沉重 而且非常有节奏感 他们在踢出去腿的时候边上这块同伴或者他有一个 大家看到马拉特的这个拳也很重 如果连续重击的话 我觉得不管你是谁 包括是泰拳王 也未必能够承受住 亚桑克莱的右眼呢 已经开始有一些的红种 对 被重拳击中的面部几时 对 所以马拉特要赢一定是全赢的 是的 刚才一上场呢 这个马拉特呢是加强了进攻 而是亚桑克莱呢 还是采取这个连销带打 我先卸你劲 再作为缓击的打法 漂亮 整灯魁 亚桑克莱必须用他的腿法 能够克制住对方 就是给他这个足够的杀伤力 对于这个身形来说 我们都知道亚桑克莱的身形啊 好实际上一个坦克一样 他并不是那种钢桃式的体型 对 亚桑克莱连续对头一个地方进行 持续的这个重腿攻击 这双方的风格表现得非常的明显 是的 我到底是要用这个组合 用组合界长啊 还是说是我组合少 但是每一腿我都要给我足够的分量 对 漂亮 这个在亚桑克莱面前 这个马拉特就像是一个装子一样 我就是踢你的这个同一部位 坚持踢同一个地方 而且亚桑克莱可以在移动当中呢 是多次连续的发这个扫踢腿 好像这个连续腿法攻击上 好像马拉特多少被有点压制了 是因为啊 这个同一角度 他都是中段的扫踢腿 对 踢的自助多了 马拉特可能这边出拳就犹豫了 对 而且可能会对他的这个手臂又产生影响 是的 他的右臂呢 右臂出拳少了 已经是发球了 对 亚桑克莱 亚桑克莱开始撑鼠落 他还可以拳法开始进攻 这个时候马拉特 如果说是再不反击 那就要真要是变成亚桑克莱的靶子了 你看这个连续的 而且这个影响了这个马拉特的防守以后 他把亚桑克莱也可以用拳法 是的 而且亚桑克莱在腿法进攻 就是进去那一刹那 他不跟这个马拉特打这个中距离 他就直接就采用这个去抱头去孤颈 来化解马拉特的拳击 勇士一腿 刚才那一拳非常重 好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大家印象中的亚桑克莱 亚桑克莱 把对手 把对手挤在这个绳圈边的 是蚕食对手 亚桑克莱也是面部也是遭受了几次的重击 我们还是看到这个传统的泰拳 就像亚桑克莱赛前说 如果马拉特对我不了解的话 那他不了解泰拳 他不知道这里面的水有多深 我一些小的技术调整 你看起来我踢着一腿 但是中间我有多少次可以说 上几万次的磨练才磨练出这一腿 这个今天的话 这个亚桑克莱就是要把这腿充分的施展 你看就是这一腿 就是你都不换腿 他就是后腿 对 你看这个整个马拉特的这半边全部都红子了 是 三局看他们之间的这个技术树会不会有变化 特别是马拉特 是 他怎么摆脱亚桑克莱坦克式的那种压迫之大 对 你看 这个亚桑克莱继续起这个腿 对 我们可以这个观众我们其实到现在为止 继续提 虽然是看马拉特加上进攻了 是 马拉特准备用进攻来打乱这个对方的 又是一腿 又是一腿 但是就是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 马拉特还是有这个KO能力的 他曾经是击败了五大太拳王之一八赛 他不是说是好像看起来 他可能随时就可以支持这个致命性的环击的 对 双方有一期的拼拳 又是一腿 看说打指了这个右臂 是 马拉特刚才在第一局当中呢 是三次的用前手的摆拳呢 是给亚桑克来造成一个影响 不知道呢 在自己的右臂 可能现在抬起来 又会飞进的情况下 还能不能施展出来前手的摆拳 整灯 看这个第三局这个马拉特明显是调整站住了 他用自己更主动的方式来改变节奏 是的 对不能完全按照亚桑克来的节奏打 对第二局基本上就是典型的这个态势 这个节奏和节奏 我觉得这个亚桑克来确实名副其实好像有 好像有魔力一样 你把一个新秀 可以说是这个步伐非常灵活著称的马拉特的节奏 拖到这个样子 对 拖成了他 刚才两拳是马拉特的节奏 是 亚桑克来还是不慌不忙 而且啊这种 这种腿法的变换 我就是后腿正灯 我要不就正灯 我要不就扫 我要不正灯 要不就扫 对 他没有说是很花烧的动作的变换 对 延续 又是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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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个 马拉特 第三局比赛 一分钟要结束了 不知道马拉特能不能找回之前打败八猜的那个马拉特 但这个比赛这个这个顺序万变 随时都可能改变 是 经常看到戏剧性的场面 刚才啊 这几腿踢上去就好比是踢到一个 踢了一个沙包的这种感觉 对 这个马拉特靠击打能力也非常的强 亚赛克莱的拳渗透力也是非常 因为他穿透了这个高举双手的马拉特 还是从中间过去了 对 大家看到从旁边的角度 腿从中间的拳 主要是马拉特要防他的这个腿 所以这个中间有时候稍微留了一个缝 他几个就是简单的这种角度变换 就让马拉特防不胜防 因为他马拉特 亚赛克莱的每一拳也可能是KO拳 所以说他每一拳 马拉特都要是用权力来打 对 15秒 又是一腿 这个又这个马拉特的这个右拳被完全被这个亚赛克莱控制住了 是的 这是我觉得整个比赛的关键 对 对 有没有最后一轮的进攻 那他也知道可能比赛的结果 这一次的这个亚赛克莱是强大的 是而且在赛前我们看到这个来这个现场拍摄的这个亚赛克莱 包括这个照片的传在网上 在库伦约8里面呢 都有这个网友说 这个亚赛克莱不是以前有点小肚男吗 这一次怎么八块腹肌 看来这是有备的 三位财汉 一致判定 30 比27 比赛结果 好 红方圣燃的 winner goes to the break corner 亚赛克莱 好 是 亚赛克莱确实捍卫了这个泰拳人 名副其实 名副其实 尤其我们的国际宝贝把奖杯颁发给泰拳 我们也希望